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Dash Lang 我现在是在我女朋友的城市 叫Vianigo Road 当然我拍这个Vlog的目的 也是想和你们分享 我们德国留学生在lockdown的时候 生活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就来update你们一下 德国目前的疫情到底是怎么样了 德国现在正在经历着第三波的疫情 我为什么那么说呢 给你们看一下数据 那我这里就有两个数据表 可是我们比较需要注重的是 右边的这个数据表 红色的部分是代表了 一天里面死了多少个人 黄色的部分是代表了 一天里面增加了多少新的病例 那高峰期的时候是在12月1月嘛 可是过后病情就有点好传 可是直到几个星期前 确诊人数又在每天的暴增 几乎天天都有10千 好像你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一天3月30号的时候 有加了13千 然后过后就有18千 就一直在妈妈的家 到今天目前为止 就有7千的确诊人数了 当你看到说那个数据每天都在报线 十多千的时候 你心里真的是很难以动吗 而且更惨的是 前几天在 Stuttgart 也就是德国一个蛮大的城市 就一个四位 然后又有几千个人没有带着 gegen die Corona-maßnahmen der Landesregierung und für ihre Grundrechte 然后你心里就在那边想 然后你心里就在那边想 然后我就会吃我前几天准备的芋头饭 还有苏咖喱 现在我在炒色的是芋头饭 然后这里就是肉骨茶一定包的差不多好了 我们都是用料包来包的 这个就是我的午餐 那芋头饭里面是加了红臭桶跟虾米 吃起来才会香啦 然后苏咖喱里面就有豆腐扑啦 豆芽 豆角 还有一些蔬菜 OK 晚餐时间 现在我们就要做微红的鲍鱼打托 这里就有那个pastry还有鲍鱼罐头 还有鲍鱼罐头 还有鲍鱼罐头 OK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微红的video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pastry捲一捲 然后放进这个膜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蘑菇片的鲍鱼罐头 树的鲍鱼 OK 这个就要热一下 OK 现在我们的broccoli就已经洗好了 然后等一下就切给它小块 然后这里就有shalots 所以炒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两样加进去 然后再加我们的蘑菇鲍鱼 刚才就把那些红葱头跟broccoli 还有这个鲍鱼全部炒了 然后加一点蚝油和胡椒粉 来进行调味 最后再勾芡一点点 所以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的pastry 在里面也应该是差不多要好了 等一下就给你们看 最后的产品会是什么样的 叹叹 那些蛋挞酥都好了 有点丑 有点丑 可是更不尽 很香 谢谢 这个就是我们的完成品 可是看起来有点坏水啦 没有办法 OK 说整体而言 我觉得瘦皮很好吃 可能是因为我们用树的蘑菇 所以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咸 反而就有一股很重的蘑菇味 OK 大家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回去了 可是在我回去之前呢 我就会煮水煮牛肉 给我女朋友吃 不然等一下 她又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煮着的水煮牛肉 里面就有豆芽 还有一些菜 等一下就还要加金针菇 还有牛肉卷 当然这里还有剁好的干辣椒和花椒 等一下撒在上面 再用热油泼一下就好了 讲好听一点是水煮牛肉 可是实际上其实就是火锅 很多饮料再加一些蔬菜 还有牛肉片而已 我现在差不多就要回家了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水煮牛肉到底吃了什么样子 就大概是这样 只是一下汤罢了 没有啦 我可以给你们先看Vionicoroder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可是那个就等下一个video再做啦 其实Vionicoroder还有一个城堡在那边 很远很小个 你们应该都看不到 我现在就在Vionicoroder的火车站 等着我的火车来 这一次的video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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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